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的秘书杨金珍 今天在这里要为大家介绍雪霸国家公园里面 特殊的地形跟地质景观 雪霸国家公园涵盖着雪山山脉最主要的一部分 因此园区内高山林立 著名的高山就包括大家最熟悉的雪山跟大坝尖山 由于受到造山运动以及河流切割的作用的影响 因此在园区内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特殊的岩城 比如说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武林这个地区 最容易观察到的梅西沙岩 梅西沙岩是由辫子沙岩及板岩固成所组成 我们现在看过去的岩城就是梅西沙岩 其中颜色比较淡 比较突出的就是辫子沙岩 颜色比较深 比较凹进去的就是板岩 它在这里的厚度大约有200公尺 那整个岩城南北斩岩大概有150公里 在武林荣场迎宾桥附近出漏的梅西沙岩 原本水平的一个岩城 因为受到剧烈的造山运动而呈现垂直的状态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河流的地形景观 在武林入口迎宾桥的底下 刚好是大甲溪上游两条溪流 七家湾溪跟有盛溪的交汇处 一般溪流的发育都会沿着岩城或者是构造线而发育 在这里七家湾溪刚好切穿了梅西沙岩 而形成了横谷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峡谷的景观 我们现在来到梅西沙岩的上方 可以近距离来观察这些岩城 这就是我刚才提到 颜色比较浅 比较突出的岩城 就是变质沙岩 颜色比较深 比较凹进去的就是板岩 这是因为变质沙岩比较抗风化 而板岩比较容易受到侵蚀的结果 对地质学者而言 他们还可以从这些沙岩跟板岩里头 找到化石来鉴别他们的连带 刚才观察到的地质跟地形景观 都是经过漫长的地质岁月 以及特殊的地形作用才可以形成 这些景观一旦遭受到破坏 就没有办法再恢复 因此透过这次的介绍 希望让所有的游客 都能够欣赏这些地质地形景观 也能够了解他们的成因 那在这里也欢迎所有的游客 能够亲自到雪霸国家公园来 体验另外一趟特殊的地质之旅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